本视频由金豪钢笔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最近厂商又给我寄了一支笔 虽然说视频没做 但是有笔记过来还是得要做的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观看 然后这一次的笔 我问过他是金豪95 因为我很久没有看笔了 所以钢笔什么的 如果新笔我就不太了解了 这一次这个包装的话跟以往金豪的好像都不太一样 我记得以前包装都比较素 这次这个包装就很隆重 另外还给我送了一盒墨水了 金豪的墨水我也没有买过了 开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一开始买的话 他给我说这个是金豪极黑了 但是我现在手上用的墨水基本上都是比较固定 哇 这墨水好高级啊 哎呀 这哎呀有点漏了 不过倒是 哎 哦到干了 这个小事情 然后这个极黑墨水呢 等会那一个 嗯 我可能拿这支笔跟我平常用的这个金豪的墨水做一个对比一下吧 因为那个我现在手上就这个墨水了 我很我本身很少玩墨水了别的也没怎么用 然后如果有机会吃一点的我再拿金豪这个墨水 然后跟别的就是黑色墨水做一个大的对比吗 虽然网上也有也有不少了 不过就到时候有还是做一下吧 然后这个墨水呃有点漏了 不过到小小问题了 还好那个范围不是很严重 然后墨水瓶的话反正就这个的话 瓶子上面的设计我我个人是喜欢用这种就是大口径的 因为比较好装 然后这种的话也有也有他的好了 反正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精致这样子一个形状就放在桌子上 就是很精致那种感觉了 像这种的话邪恶的这些旧版的一个墨水瓶的话 怎么讲呢 他相对来讲就是说比较实用一点 但是你看灰博家或者万宝龙什么的 都是一个小口径的这样子一个墨水瓶了 像那样子一个感觉的话 呃那样子一个设计的话 你会觉得啊比较比较有那种精致的感觉 那这个先放一边我等会再来试 好然后再下来的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包装盒吧 反正就一样的各种的信息 然后有兴趣了解的朋友 然后就呃各自看一下吧 二维码我还没扫过来 呃比较闲的可以去扫一下 然后各种的环保这些logo就可回收嘛 然后这个logo也放进去啊 这个我也很喜欢 看起来整个东西就是非常的正式 然后就是像一个正规的产品 然后更能给人感觉就是说今后这个品牌吗 有在进就是有经营自己品牌价就是对自己一个品牌比较负责 这样子一个标志 我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好 然后再下来了可能是我快递的时候赚到了各种的一个包装 然后这个笔我就前面开过一下了 然后就盒子就普通的一个盒子了 我们先放一边 我这好久没做视频了真的有点不太习惯 我这还有这样子一个套 然后就是应该是把啊果然果然 拔出来的 哦里面还有一个看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卡环吗 哦哦哦这 我这个可能没不是很弹但是 这个盒子用起来还是挺带感的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用这种盒子 我是用那个灰伯家的那个盒子了 今后这次这个盒子我可以拿出门那边去 我可能可以3D打印的这样子一个底就这个托盘 然后就这样子拿回去这样到时候可以这样子去用啊 还还不错就是这里可能不是很够弹 如果再弹一点那就很完美了 但这个的话给人感觉就是保护性非常好啊 这很棒的一个盒子 以前买钢笔还没试过有一个盒子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这个盒子你看的一个厚度来讲的话还是很 怎么讲还是很给力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厚度厚度也有 呃1.5毫米到2毫米左右的一个厚度标准的一个塑料开模的一个正常应该有的一个厚度 那上面的盒盒的话就这里可能有点大 但是问题不是呃就有点大那但是 使用性用小的话其实还好影响就没有什么说 使用上面的一些影响 然后这个logo上面的话加上去哦这个 跟他平常这个好像有点差别吗是 哦也没有也没有反正就是因为这个是开模出来精速度肯定是有限了 好那一个再下来是啊一个卡片啊这个是纸质的 但这个纸吧你看也是非常的厚了 比平常收到名片肯定是要厚了这个 好那个再下来这个先放一遍啊 这次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棒很精致 好再下来的话这个笔这个笔还真的没开过 我我不知道他是按间什么的因为尽量给大家就是呈现出来 就是说啊这个笔第一次拿到就想呈现的是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好那个我先我先看一下啊插拔的啊可以可以民间的啊 金属笔握我这个笔握很赞的这个 好再下看一下这个重量先吧我们 好31.4的一个重量 然后呢再下来哎标准的一个重量20这个是 然后这一个就是跟平常百利金的这个的话 反正就这这只算是最这只算是就百利金230 所有钢笔里面最轻了 跟这个肯定没法比了跟我平常用的海韵的话 你看我的海韵已经用成这个样子了 那反正就是应该是跟我用的这一差不多啊 还比我平常用这只还要轻我平常用这只是那个海韵 然后钢笔的话应该是一个钢尖了我觉得呃 就这一点的话不用很质疑了 然后这一只的话还没上墨 上墨的话再加个两克到三克左右吧 因为他是看这个尺寸 他这个粗细的话应该是一个吸墨器的一个一个呃 就吸墨器的一个结构好 然后再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粗细吧 还是一样的那个万宝龙已经送出去了 然后就是剩下就百利金了 那可想而知我现在留下的笔 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用的那种 好然后能看到的还是一样的一个 初期上比传统的一个国产的一个钢笔的话 他是比较粗一点的 那这个设计上面肯定有一点点改变 然后这一次的有一个地方特别是特别给力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气感的感觉的 然后这个气感的话跟我平常用的这个 你看威迪文的话你看 就我这个威迪文可能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开始毛痕等等都都比较多了 毕竟这支笔用了也有好几年时间了 那我们拿百利金的这个来对比 你看到他这个类里面其实做的已经能跟就是这种大品牌的 或者就传统老牌的做的其实已经有差不多能看到吗 上面这个防光那再下来了 呃笔杆的话也是一样 笔杆的话你看这个防光哇非常非常漂亮能看到吗 这个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加那个珠光剂还是什么的 但是呃能看到就是说国产的这在这种细节上面开始越来做的真的越来越好了 然后还是一样的笔握的部分非常长就是像我这种用现代笔用了比较多的人 就是感觉就是用起来会比较顺手一点 因为你看我平常海韵的也是笔握非常长的 那你看百利金的这个笔虽然很轻了 但是我个人用的话我更希望他笔握再长一点了 但长一点的话他整个设计又改了这个笔的魅力又没有了 那只能说自己去适应他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了 那笔尖的话海韵的这只我就不能说一个对比了 因为那个他那个尖是太特别了 那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 好笔尖的话就是常规的一个26号尖呢 也就是说呃如果我现在没试过 但是呃建议各位观众还是最好不要去鸡尾了 因为很多人微信问我说啊怎么就是鸡尾等等的那些问题吧 最好还是少做一根笔买回来是什么样的最后就是什么样的 因为你看我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笔 我上次拍的视频忘记了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用那个 呃brock的那个钛合金的那个笔尖呢 但是现在我都全换回来了还是原配是怎么样的 还是那样子用起来最舒服了 好那个26号笔尖那用起来的话再配上这样子一个长的笔握的话就是跟我第一只干笔就是五印两品的干笔的设计非常接近了 然后他这个的话比五印的那一只怎么讲呢更有一个自比的那感觉 因为五印那只他是整个都直的很简练 但是这个的话像我个人还是喜欢就是说不不为设计就是不要为了设计而故意放些那个设计的元素进去了 那像这个的话这一种的话他更有那种传统字笔的就是那种感觉就传统字笔留下积累下来历史经验那样子一个感觉 好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先了 那那个卡尺的话好像呃那个已经是被我放到别别别的地方去了 那我现在手上没有卡尺那这支笔的话我大概用这个尺子呃用尺子来量的话可能比较辛苦点了 那就你们就当代一下呃 呃14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然后再下来是呃12.6左右的一个呃就拔帽的一个长度了 看应该是能看得到了就是要辛苦一点啊这个相当的不好意思 那中央这个都拿走了那我们再下来先看一下整支笔整支笔首先这样子啊这个笔家非常的速啊很棒的一个笔家 哎我手什么时候弄到了呃我想应该是刚刚那个墨水吧呃应该是墨水了因为这些应该是我这个应该是我昨天就是给笔上墨的时候留下的啊 这个可能我刚刚弄到没注意呃没事等会我清一下呃这个然后再下来的话这个笔家先笔家上面你看这个亮度吧呃 嗯基本上没有以前那种就是说灰灰的氧化的就是那些库存笔的一些痕迹 毕竟是一支全新的笔 然后这一次你看一下里面的这些细节吧都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你看里面的一个呃它是一个钢片吗压出来 然后里面的这些电镀等等的你看外面那样里面的一些细节等等的也是没有去省 然后上面一样的前后两端一样是有呼应的前面薄一点后面后面这个这个这个片厚一点然后整支笔它是有一定的弧度这样拿起来的话更能贴合一个手的一个形状 而且拿起来的话它这个重心的话也会更集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心吧它这个金属笔我可能会重一点但是一个重心啊 然后啊这样子那重心的话可能是我现在这个再靠后稍微一点点了因为我这个是往那边倾斜嘛 但是用起来的时候你看这个重心还是在这个位置上面了那用起来还是ok的那这个笔握的话非常非常的棒了 因为像现在的话好像就派克的那只还有以前还别的话好像还有也是今后的笔吧 还有这样子一个笔握就是斜斜拉丝的这样子一个纹路 然后这次这个材料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一个黄铜不确定是不是黄铜了 还是说一个不锈钢电镀上去的这样子一个材啊材料这个我就没有问下去 然后笔尖的话也是今后的一个标配了就F尖这样子啊 反正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粗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一个太细的一个笔了 好再下来的话里面的一些这里是一个金属键 然后中间的这个的话到现在看应该是塑料键了 因为这个重量的话里面的话也没有看到什么金属的痕迹了 应该是一个塑料的然后前后这样子金属键给它这样子压上去装上去 这样子就分成三个三个键装在一起 那我暂时后暂时看这支笔应该是这样子 好然后再下来的上面一个金豪的 那也是非常高性价比的一个锡墨器了 但金豪的锡墨器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个它的口径是多少啊 照这样看应该是那个3.5的那种就正常的一个国产的一个口径了 好然后再下来的话其他部分我感觉就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 就笔蛇一样的 那现场笔蛇那没有说以前的那种就是一块 然后没有一点点的这些挖痕这些就没有这些凹槽吧 然后给人感觉就是说这支笔一点都不现代 就是感觉没有现代现代技术加持下面那种感觉 因为一支钢笔的话老笔的话就老笔也好 但新笔也有新笔的好了 但新笔呢你在老笔的原定设计上再用新的技术加持上去的时候 这支笔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如果不是收藏等等那些目的的话 以实用性来讲的话吧 新笔肯定是比老笔好的 因为它技术也更加成熟嘛 除非是库存笔那这个领算好 那这样子那好像浪费了不少时间了 我们赶紧来那个试写一下吧 好那也是一样的 这个Jherbin的墨水了 就基本上我从以前五六十级的时候还是用邪热吧 当时还是用邪热吧 然后到现在反正因为Jherbin是那个快干墨水吗 那这个金行墨水去对比觉得好像怪怪的 但是还是去评一下吧 因为手上真没这么多层墨水 而且我本身是主要是钢笔是作为工具这样子使用了 也不是说去一直收藏钢笔或什么 你看现在就是其实都不少都送了或者卖了这样子了 所以说我也不属于说那种就是说钢笔收藏玩家这类的 好那一个上完墨了看一下有没有墨 那上墨的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这样子看 好那再下来我拿个本子 然后一样的还是这样子水轮的这支原子笔 然后作为一个参照对比 好啊好期待好久没试笔了那一个看一下金好久 这次的鞋感的话也不错 这次的鞋感的话也不错 今天好像一直在改他自己的一个 怎么讲一个鞋感好像一直在调整的这次这个感觉 这次的鞋感跟之前受到难于五支的一个鞋感不一样了 这次这个鞋感的话感觉就是跟接近就是说华和阻尼的中间 然后用起来的时候吧就是 呃怎么讲呢 给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先吧 然后反写试一下吧 啊有观众一直要求说反写啊 这次又记得了 反写也可以也不错 这然后我压一下 嗯偏硬的一个尖了 这次用这个尖好像比以前用起来的话 这次好像偏硬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阻尼感没有那么大偏滑一点 好 然后好这一次这次这次的这个比你看到就是说出没等等的都非常非常正常了 然后也是我这个是 嗯 国域的这样子八号8mm的这样子一个格子了 那用起来的话反正就是这支笔爬格子上面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而且刚刚一写的时候 他又有拉丝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呃不知道上面是不是有涂层还是什么的 然后摸起来的时候没有平常金属的那种就是说滑的那个就金属笔画那种滑的感觉 握起来其实还是挺怎么讲的呃挺有摩擦力的 然后再下来就呃出戏什么的都看到没什么大问题 反正写起来都是非常的一个顺畅 然后反正就是说用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这样子写感的话好像是在变化 但是我说不出那个差别在哪 然后再来试一下这个我 然后这个还是一样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零点不是零点五啊 我昨天刚换完笔心刚刚好就这一支的话就是零点三八的还是多少我看一下 我特面的呃好像没有写 但这个的话是那个我特面的比就是水冷的一个笔心了那 那应该是那个零点三八的因为这个粗细的因为这一支的话我也是每天用 然后零点三八的这样子一个粗细 那这个粗细的话反正就零点五跟他对比那肯定是有点明明显变化了 零点三八零点五的我手上不知道有没有啊我可能要找一找 那把这个我先写完然后再找去去找一支那个零点五的啊好回来了 然后刚刚把这个上面墨水给洗一下然后好像弄得满手都是 然后我找了一支我看一下这两支啊那一个平常用的平常我带出门用的这两支Waterman 那我看一下啊这一支也是Waterman笔心的那0.8Waterman笔心的那一个 看一下这一支啊啊这一支也是好吧好吧那看没办法只能拿这个零点三八的 因为零点五的应该我是用完了好那个把这个写完然后给大家对比一下吧 这次那个金头的笔尖呃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个换了鞋感或者是 就是就是就是故意改了那个鞋感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之前那支就金 蓝金色的那一支的话我就好像是85吧那那那那支的一个鞋感会更好一点了 我印象中这几支的话应该都是那个就呃这几支应该都是那个呃就小号的2626号间了呃鞋感上面反正也是ok了 这一次这一支的话会给人感觉就是说这一支非常的耐鞋 之前的那个的话他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说我第一次一写的时候那个鞋感你会觉得啊很特别 这一次这个的话偏向于说啊白金的那个鞋感就你第一次写啊觉得好像一般般然后慢慢越写 然后越写就越顺一开始会觉得偏色这样子一个感觉 好然后再下来了我觉得就是需要试一下这个金号的那个墨水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然后我就直接就这样子把墨给灌回去 然后再直接那个上那个金号的那个墨水了直接这样子灌了 应该是问题不大啊还好久没有用别的一个墨水了啊 啊他这个墨水颜色是呃偏紫的了我拿一个棉签 拿一个棉签来试一下吧 然后和我那个椰核饼我椰核饼那个颜色的话是你们看平常是这样子黑的 你们看一下底的金号这个它是偏紫的我这个颜色如果椰核饼用了这个颜色的话呃西色以后它是偏红的 那给你们看一看同样是黑色一个墨水这样子然后我下面刷一下吧 那看到深的你看快干墨水不肯怎么样他都是就你看一下子这就干了 然后再试一下金号的这个墨水了那如果以后有多一点的墨水的话就可以这样子去试 他给我说这个是呃几黑墨水让人看到同样的黑色的话他这个就偏绿一点但我用水稀释过一次这个是 他变得很淡的时候他偏黄偏红这样一个颜色然后这个的话我还没稀释过就不知道但是如果在纸上的表现基本上这样你看 灰的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偏紫的那看你们喜欢哪种黑色因为黑色墨水其实也有很多种 然后看你怎么去呃选择了这个像极黑的话他我记得他也是偏紫的就最后那颜色也是偏紫一点点的就极黑墨水 好那还是一样我赶紧给他把这个笔给灌一下墨 直接先盖一下 然后这个 感觉就是他用了那个金号比用金号墨水怎么讲呢 上墨的效率好像比较高哦我刚刚用那个绝合品好像你们看我上墨的时候如果我推回前面看我是转了几次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一个太久没没上墨一个原因了但那个这个感觉金号用回去金号这个墨水好像一拉然后一上就感觉能上上来了可能是新比的原因吧我觉得是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一个 左右两边去对比一下吧反正他这个倒叉也ok倒叉的话看你习不习惯了我现在是很少倒叉就直接这样写而且他这个配重也很不错20刚刚好真的是 呃笔帽一把玩拿起来20的一个重量我感觉就是说呃惯性也差不多不会太轻不会太重那一般人用的话其实他都是很舒服的这样子一个重量好拿来看一下 那能看到好像是这里直接这样子吧 那能看到这个金号的这个明显就是说在这个表现上你们看到吗就是出息肯定是一样的 但这个的话他会比较你看黑一点稍微黑点虽然说我现在拉散了这个效果是这样但是如果回去这么细的时候这个墨水的话更显黑一点再试一下一个东西吧 那个嗯我这只只关了一个Jher饼的 然后再来这个对他这个延伸的话你们能看到就是说呃怎么讲连性会比较大点拉起来的时候那一下你会看到就是说不会的那么怎么讲不会那么水 所以今好的墨水反而还容易一点点如果整条对比我觉得还是要拿那个写热的极黑然后来对比一下才有一个比较明显一个感觉 另外再试一下一个就是那个笔的一个防水性那个墨的一个防水性 然后我拿一个这个滴管吧呃看一下啊先把这个先把这个给但是我平常我我这只Waterman是比较粗了 当然缺合饼是肯定不太防水了这个基本上一滴上去就化了看一下这个 哦呃对你看今好的这个他不会的不会散的那么厉害就是说没有那么水他反正就如果他叫极黑的话那肯定就是说墨水的那个 连性肯定是比较大的那也是跟他跟我讲的一样就是说用起来的话不会那么的看一下 然后一插啊对你看今好的这个一遍就还墨机还是在这里然后这个啊跟你讲了吧就是偏绿这这次偏绿但其实我在水里面稀释他偏黄的因为这个墨水我用了好久了那这就是一个差别了我用那个绝合饼他的一个今好的一个差别了 那今天这个评测就到那个这里了然后我先把笔给收下我平常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包然后把这些的一个笔就是原子笔放在这边 然后可能就再放个眼镜盒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一个包这样子就出门了好那这次评测就到这里了那那个有什么问题呢 下面留言给我或者是说如果要加那个微信群的然后少一下屏幕左下角然后我把它拉到群里面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那如果有什么新的那个评测就产生在寄的或者有别人观众给我寄笔的或者是寄墨水的然后我再来做视频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